你看那个鸡爪的个头 兄弟们看一下 哇塞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 你去商业唱啊 会丢人的 这次吃不饱的两个大胖子 今天我们来到了直播 吃啥 吃烧烤走啊 吃烧烤 今天吃这一家是吧 对 三个人 拍这家看好不好吃 结果好吃 第二天他们俩来拍 我们前天其实就已经来了 这家烧烤是很不错 那吧 我老婆是山西人 我是福建人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就是单纯来这边拍美食 对对对对 咱们是扫码点单是吧 今天全场消费由我熊恶哥哥买单 所以往死的照 你这个往死的不至于吗 哈哈哈哈 点了已经五百多块钱了 哈哈哈哈 能不能顶得住 这点小问题能不能顶得住 哈哈哈哈 我是说这是第一波 还有一波呢 吃完一波再来一波 其实我今天也不热 哈哈哈哈 先上来了三十串羊肉串 哈哈 今天我熊恶哥哥要破费了 哈哈 来吧 直接上烤吧 你一半我一半啊 你是我的另一半 哈哈 不太想吃了 今天咱们也来体验一下自播小饼 先沾这个酱 然后再沾这个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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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香吗 嗯 这是正好八点的 新鲜羊肉 这个香 哦 这吃什么吃才好笑 自知貌有的小串啊 往饼上这么一拉 哎呦喂 再来个大葱 这一份自播小饼就做好了 来 我又去吃了三宝大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 哇 嗯 嗯 多搞两串 哇还有香啊 弄香 我们折磨在乎他 却被他宣布抹杀 越等他越小心 你永远得不到回答 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 还是说好却忘了吧 造一个 真人失恋的方法 让心情好好的放个家 自播大歌手已经开始表演了 哼 就像其他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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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晚上特别特别热闹 每一个烧烤餐他都有唱歌的 你知道吗 你这羊肉串是多少钱一串 30块钱10串 35块钱10串 3块5一串 那还可以 价格还可以 哦 哦 拿不来 都可以放这 说实话真的香 咱们单从烧烤来讲的话 自播这一趟是肯定值得来的 但你要说其他的东西 我们来说一下吧 来自播两天 两天没洗澡 停水了 然后是什么 这边的房价就是 酒店的价格 飞速涨 现在我就说拿一个品牌来讲 全技来讲的话 目前他这边的房客 差不多是500多块钱 一个房 其他地方300块钱左右 对其他地方300多一点 还有物价也在涨 说实话 你像烧烤以前肯定也没那么贵 现在肯定稍微贵那么一点点 但是好吃就行 咱们不说别的 90块钱一瓶说实话 也不便宜 再来一瓶说 鸡爪的鸡爪 好 谢谢 我的鸡爪好大呀 对 哎呦 你看这 满面全肉 太软 嗯 嗯 嗯 这个是牛肉大串啊 就先一烤 羊肉串已经好了 再烤就焦了 就这个手势 全国统一手势啊 一路 然后夹一块大葱 是吧 嗯 哇 嗯 太烤了 它肉的肉质真的很好 我们是第一批来吃烧烤的 旁边已经有人在唱歌了 你不要到晚上这边有多热闹 哇 别别热 嗯 哎呦 然后再来一块大葱 今天小饼吃爽了 嗯 真香 嗯 哇 嗯 嗯 嗯 哇 牛肉好新鲜啊 哇 像这么大肉串啊 外面应该要卖五块钱 在我们这地方也要卖五块钱 而且没那么 没那么大说实话 嗯 这牛肉分量可以 嗯 没有一只长肉的能离开 口子离开不多 哦 嗯 哇 哦 嗯 嗯 嗯 这牛肉小串有各斤各斤的地方 带筋的嘛 嗯 啊 你看那个鸡爪的个头 从里面看一下 哇塞 他总是 这留下电话号码 你去商业唱啊 商业有KTV 会丢人的 呵呵 你都丢过这么多人 你还怕丢这一下 嗯 去吧 走啊走啊 来一首 精简的歌曲 你闭嘴 吃东西不要影响食欲 哈哈 哈哈 没事我在这边 我在这边给大家唱一下 一样的啊 手里 捧着我 我头 哈哈 闭嘴子 呵呵 咳咳 没法听 呵呵 菜里没有一滴 哦 哈哈 好朋友们 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 喜欢大棒视频的 记得留言关注啊 拜拜